请收看,维新世界,用心看台湾,全民健康保健。 乳房是女人外在最主要的性侦,若是稍有异常,往往令人担忧, 尤其乳癌又是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,每年台湾乳癌的诊断病例数一年又比一年增高,发病的年龄又比欧美国家还要早,因此一些常见的乳房小毛病轻忽不得。 今天我们邀请到台中荣民总医院乳房总流外科王国中王医师,带领我们来了解乳房的相关疾病,让我们欢迎王医师,王医师你好。 您好,您好,各位观众大家好,我是台中荣总乳房总流外科医师王国中,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见面。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乳房的问题,其实我很想知道,因为这个问题应该我们常常不见了,见不到,不是不见,是常常看不到, 因为这个乳房的结构,我们只看到一个形状而已,但是里面的结构是什么,其实大家并不是很清楚了解。 所以我要请王医师来跟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乳房的结构。 好,那我简单跟各位观众稍微简单讲一下,我们在我们乳房里面,主要都是有一些乳小叶,它所汇集而成, 就有很多乳小叶,那它们可能我们产生一些相关的一些分泌或是乳汁,从这些乳小叶它所形成, 然后间接着它们汇集到我们的乳管里面,那再就沿着乳管一直往乳头的方向。 比如说从乳房里面有无数个乳小叶,它们汇集成,再把这些分泌的一些乳汁相关的东西全部汇集成在一起, 接着就从我们的乳头开口出来,所以我们最常见的是说,大家怀孕生小孩之后要补味母乳的时候, 大家就是最常碰到就是说,这时候我们的乳小叶就会因为你怀孕荷尔蒙的关系, 就会开始分泌一些大量的乳汁出来,这时候它就是顺油的这些我刚刚所提到的乳小叶, 还有乳管的部分,然后渐渐往我们的乳头中央去集中在有一个共同的开口出来。 这个乳小叶就是等于乳汁的集中的地方了哦? 就是说它产生一个乳汁的一个地方,然后当然我们乳房里面有很多个乳小叶, 它们都会产生这些乳汁,那有各自有各自的开口,那慢慢从小的管道汇集成到大的管道, 那最后共同的开口是在我们的乳头的地方,这样子。 哦,他们等于是,这有点像做那个河川汇流在一起,然后做一个出口出来的地方。 对,没有错,这样子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要大概了解一下,我们乳房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。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了今天的重点,这个因为我们要认识乳房,有时候我们女性朋友可能都会偶尔啊,就是尤其是在生理期来的时候, 可能会有一些乳房肿胀的感觉,就会有一些疼痛感,那疼痛感不一定是有生病的症状,生病的结果啦,那它可能是一些情形,那我们来聊聊一下这个乳房疼痛常见的一些原因。 那其实我们在看门诊的时候,常常都会碰到说有病患的说,他觉得乳房疼痛就来就来就诊,那当然这时候我们一开始一定会先去询问一下是说,你最近有没有做一些打球啊,或是做家事啊,等等这一些,因为乳房疼痛的原因有很多,最常见我们会先去区分说,有没有是,不是乳房本身所造成的,它可能是这边的肌肉有拉伤, 对,比如说因为我们乳房在这个地方,我们后面就有我们所谓的胸大肌,我们旁边有一些我们的扩背肌, 会影响的哦,会的,所以当你有一些酸痛的状况的时候,其实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我乳房在疼痛,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先去跟病患,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说,它这个疼痛的原因,先排除,就是说是因为你最近有做一些家事啊,肌肉拉伤等等所造成的, 那如果,如果我们排除这一类之后,我们就会往说,这可能是乳房本身的问题, 那乳房本身的问题所造成的疼痛,其实我们就会去区分是说,这个疼痛跟它月经皱息到底有没有关系, 对啊,就我每次,嗯,那时要来之前,可能都会有一些些肿胀的感觉啊, 对,那因为这是跟我们体内的一些荷蒙会有关系, 通常大部分常见的是说,月经要来之前,我们乳房会比较脏痛, 那月经结束之后,渐渐就会比较好, 如果像这样子一个周期性的脏痛,那其实是不用太担心的, 就是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些生理现象, 只是痛一下下是没关系啦, 因为有时候我还会有一些,就是它不是常常出现, 但是突然做了某些事情之后,可能稍微会有隐隐作痛的感觉, 其实那也不见得就是乳房的问题, 它只是,就像您刚才讲的,我现在才知道, 因为乳房在前面,胸大肌在后面, 是被它受到影响的, 对,那等于说,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些神经的感觉, 算是在同一个部位, 所以有时候确实只是一些肌肉拉伤啊, 或是等等所造成的, 那当然如果是乳房本身的疼痛, 我们就会去区分说,它跟它月经周期有没有关系, 如果是跟月经周期有关系, 那可能就是说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些生理现象, 可是如果说跟月经周期没有关系, 那这时候当然就要去看说, 它这个疼痛的部位到底是在什么地方, 那也许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, 那通常在您的门诊的时候, 我们的病患来的时候, 他们都会怎么跟你形容他们的痛? 那这个其实还蛮多元的, 那等于说像刚刚主任提到说, 刚刚他来可能会有点, 觉得两边乳房痛都是在痛, 然后, 这范围很广耶, 对, 那当然我们当然需要做一些鉴别诊断, 那当然有些人他所的描述可能是像是, 有像针在刺一样, 有过, 对, 那有些人可以描述说可能是有些脏痛啊, 等等, 那当然我们一定是先让他先不要这么担心, 帮他想一些可能相关的原因, 那如果这人是跟乳房有一些相关的, 也许我们会进一步安排一些乳房超音波的检查, 等等, 帮他去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这样子的一个疼痛的感觉, 那我们要查出原因来嘛, 那这个疼痛的, 他产生的原因, 找出来之后就会有病症出现的, 那通常我们最常见到关于乳房的疾病有哪些? 临床上最常碰到大部分只是, 有些病患可能有一些乳房纤维囊肿, 或是乳房纤维腺瘤, 可是因为他也许都非常小颗, 他其实你平常自我检查也不一定自我检查得到, 可是像这些我讲的一些, 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些乳房纤维囊肿的话, 也许你在一些, 有一些月经要来之前的这些脏痛, 有些人可能就会比较明显一点点, 对, 那等于是说, 也许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乳房超音波的一个检查, 来知道说你乳房里面到底有没有长一些囊肿或是腺瘤, 让你更了解自己乳房的状况, 那因为我们一般而言, 我们自我检查的话, 其实是很重要的, 那可是说一般大部分是肿块大于一公分以上比较表浅, 也许我们可以自我检查得到, 可是如果相对比较小, 或是位置比较深层, 我们可能就不一定可以触摸得到, 所以说有时候在临床上, 我们除了自我检查之外, 当你觉得有一些异样的状况的话, 也许可以来门诊就诊,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影像学的检查, 来帮你找出说到底是可能是什么原因, 不过就疼痛来讲, 如果你自己摸不到什么特别的硬块的话, 一般就我们所认知的, 大部分疼痛是以一些良性疾病来做表现比较多, 那一般我们来针对比较不好的, 如果在早期的时候, 一般就是以不会痛的硬块来做表现, 可能跟我们一般人所想的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, 你可能会觉得痛可能发生什么大事, 对,可是一般而言, 如果你自己没有摸到很明显的硬块的话, 一般大部分以痛来表现, 大部分是一些良性状况比较多, 但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纤维囊肿, 三千很好奇, 纤维囊肿它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有状况? 简单来讲, 纤维囊肿一般我们, 我都会简单形容说, 可能就是在乳腺管套, 可能有一些扩张的一些状况, 它里面可能,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肿瘤, 它是有一些液体, 算是在这里面, 等于说它并不是一个实质的肿瘤, 可能也许乳腺管, 因为每个人体质的关系, 有一些扩张的状况, 所以一般以来我们在超原波底下, 可能就会看到是说, 有一颗就看起来黑黑的, 橢圆形的, 那里面就是看起来都很, 都是看起来都很干净, 那当然这些纤维囊肿, 如果说它长得比, 它受到刺激, 长得比较大颗的话, 有时候我们会给它一个名称, 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水泡, 大概是这样子, 但是您刚才讲说这个纤维囊肿, 它是会在这个乳腺的部分, 它就是有点像, 就当它是个异物, 它一定是个异物嘛, 但是这个乳腺它过不去, 它过不去的时候会卡在那里吗? 倒不是这样子, 应该是说, 它算是有些微扩张,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颗东西, 乳腺扩张, 乳腺的管道, 管道, 对, 哇, 这个很深, 有点无法想象出来说,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, 但是这个就我们的, 我们外观是看不出来, 对, 要自己去触摸它的时候, 你才会摸得到那个感觉吗? 其实因为有时候它是, 就像我刚刚所形容, 它是一个, 里面是有一些液体, 它是比较软的东西, 所以一般你从外面触整, 其实你也摸不太出来, 除非它单独一颗很大颗, 像水泡一样, 也许你就会感觉出来, 我这边有摸到一颗, 那这时候透过超音波去扫, 你也许看到, 这一颗里面的回音看起来就是黑黑的, 里面充满个一些液体在这里, 那基本上就像是一种, 这样我有点懂了, 这个是纤维囊种, 所以它其实它是一个乳腺管扩张的一个原因, 简单的形容是这样子, 简单的形容是这样子, 但是这个一般我们, 自我检查摸是摸不太到的, 因为它就是软软的, 如果有肉在那边, 你其实是感觉不太出来的, 是的, 除非它刚好就在比较表浅的位置, 这比较表浅, 也许你就会摸到说有一颗摸起来很光滑, 会比较软, 大概是这样子, 那当然像这些纤维囊种它如果变大, 有时候有些人是吃了一些, 还有一些荷蒙或是雌激素的东西去刺激它, 有些人这时候就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说, 乳房会有一些脏痛, 比如说有大量的荷蒙去刺激到你的乳房, 造成它说去刺激到它, 这时候有时候就会它长得还蛮大的, 所以这时候病患来就诊的时候,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它就是这个地方会很痛, 很脏, 对, 那这时候我们用超原波去做一下扫描, 就会看到说, 其实它里面通通都是一些液体之类的这些东西, 那如果真的脏痛可能非常的严重, 有时候我们会帮它把里面的液体抽一些出来, 让它不要这么脏, 它就可以缓解它的这些疼痛的感觉, 我终于觉得说乳房的疼痛, 感觉到它是一个一点点小问题而已, 它不是一个大问题, 是可以解决的, 因为大家一想到说我乳房疼痛, 痛就糟糕了, 一定就是第一个就是往乳癌那边去想, 但是其实未必, 因为乳房疼痛它会有很多的情况, 而且乳房疼痛它其实会有产生的状况的时候, 会有良性跟恶性的滋分, 就是说我们这个乳房的病症, 它有良性跟恶性的分别, 那纤维囊种这是属于良性的, 对,我们比较常见的, 比较常见的,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, 你不要想说乳房在痛, 哦,糟糕了, 不敢启齿,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子, 他们不敢去看医生, 只知道痛, 然后一直在查询资料, 但是不可以这个样子哦, 你其实你把你的状况直接跟医生讲, 那是最好的解决方式, 那接下来它除了这个纤维囊种之外, 然后还有一个我知道叫做纤维腺瘤, 乳房纤维腺瘤是我们年轻女性, 蛮常见的良性的肿瘤, 那一般它好发的年龄, 大概就在青春期过后, 到三十几岁, 那它会长这些, 还是跟每个人体质会有关系,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说, 它很明显, 等于说它也许在青春期的时候, 它就隐约就有摸到这一些小的硬块, 就会有一点担心, 来我们的门诊就诊, 那当然透过我们一样除了一些促诊之外,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超音波的检查, 来看一下这个肿块的外观大小形, 还有它的形状, 那如果看起来像是一些纤维腺瘤的话, 那其实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, 那不过如果它现在在这个年纪, 就已经有发现纤维腺瘤的话, 那一般我们都给它一些相关的味觉, 比方说一些油炸类的东西少吃, 来入不明的健康食品, 什么蜂胶蜂蜂蜂蜂等等, 因为这些都含有蛮大量的刺激素, 它就很容易会刺激我们的乳房, 担心它长期刺激之下, 会造成这些肿块有一些变化, 也许从比较小颗就会变比较大颗, 那有时候比较大颗就会比较担心, 会影响到外观啊等等的这些状况, 对,那有时候逼不得已如果短期内有变大, 那也许就要考虑开刀把它给拿掉, 那这个部分也算是良性的部分。 你摸到一个肿块, 要确认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状况之前, 但还是要找专科医师去就诊, 然后去透过一些影像学检查来评估说, 它到底看起来比较像是良性的, 还是是其他的状态, 到底是纤维囊肿还是纤维腺瘤?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纤维腺瘤, 它是后发群是比较年轻的, 那这个纤维囊肿就是? 纤维囊肿其实应该是说跟每个人体质会有关系, 那当然是说从年轻的时候你就会有的, 它就会有了。 必经的过程哦。 对,那点是说你一样是要饮食上面还是要多去注意啦, 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含有一些雌激素的摄取, 降低它去刺激你的乳房造成一些变化。 所以那这些纤维囊肿, 就像我刚刚所提的, 它跟我们一些雌激素刺激会有一些关系, 所以一般而言到更年期过后, 它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。 我觉得当女人还真可怜的, 前面又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了。 那接下来我们已经讲到乳房纤维囊肿啊, 乳房纤维腺瘤, 对不对?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? 那可能要跟观众特别提出说, 它有一种所谓的乳房叶状肉瘤, 那这个乳房叶状肉瘤, 它其实一般我们会分成良性、恶性, 或是介于中间。 当然如果是恶性的乳房叶状肉瘤, 因为它短时间内会变很大颗, 所以在临床上如果说短期变得很大颗的, 我们都要去注意它, 去处理它, 因为我们担心的, 就是担心有没有一些可能, 可能是属于恶性的一些状况。 那当然这个良性的叶状肉瘤, 其实它跟乳房纤维腺瘤, 说实在的是很难去区分的。 基本上如果说在开刀之前做一些出针切片的话, 其实你很难去区分, 它到底是纤维腺瘤或是叶状肉瘤, 基本上要整个完整切除去化验, 才有办法知道说它到底是纤维腺瘤或是良性的叶状肉瘤, 那不过不管是良性的叶状肉瘤或是乳房纤维腺瘤, 那其实基本上只要是如果你有接受手术, 开刀把它给拿掉之后, 其实它的复发率其实都不是这么高。 有这些状况的时候都是一定要开刀吗?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, 那一般在如果说可以确认它就是一个纤维腺瘤的话, 除非它大于两公分以上, 那也许我们可能会建议要开刀, 那如果大于两公分以上你不想开刀, 可是又会担心的话, 其实基本上我们也会建议做个所谓的粗针切片, 用针抽一点东西去化验, 去证实它不是乳癌, 那确认它就是一个乳房纤维腺瘤, 这时候你要追踪, 你就可以放心地追踪, 那只是说在追踪的过程当中, 如果它有短时间内变很大颗的话, 有变大的话, 这时候我们就强烈建议一定要开刀把它给拿掉, 因为就像我们讲的, 因为有时候它是不是本来就是一个所谓的叶状肉瘤, 所以说如果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, 在追踪的过程当中有变大, 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要把它给拿掉, 因为乳房对一个女生来讲的话, 它这个外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, 这几年的一些, 大家对于乳房的一个看法, 就是会比较着重就是说, 我只要他一有什么情况就可能得到乳癌, 那乳癌就是一定要切除, 要做化疗, 然后外观就改变了, 我觉得那个让人家感觉就是, 他会觉得说很受伤, 所以我们就不管是怎么样, 你只要有疼痛的感觉, 你还是找医生来跟你确认会比较好, 对啊, 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, 你一般以疼痛来表现, 大部分是一些良性疾病比较多, 那当然你如果有摸到一些硬块, 以前没有, 现在才摸到, 那当然就建议你一定要来看医生,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一些专业, 还有一些我们影像学的部分, 来帮你确认一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, 他呼喊救命的时候, 他是比较轻微的, 他点点在那边什么都不讲的时候, 你发现他的时候可能就, 症状就会比较严重一点点了, 因为一般的盐, 当我们发现它, 通常是说你有摸到它, 那一般的盐, 我们一般的盐, 如果它的位置比较标浅, 也许总有一公分你就摸得到, 可是如果位置比较深的部分, 也许总的长到两公分, 你才触摸得到, 所以说如果你的年纪是在45岁以上, 或是说家族里面有乳癌病时, 你的年纪在40岁以上, 我们就会建议你就配合政府, 每两年做一次乳房摄影筛检, 那等于说一般现在政府就在推说, 就是早期发现, 早期治疗, 对, 有一些妈妈们, 他们在讲说有乳腺炎的症状, 这个也是我们乳房常见的疾病, 乳腺炎,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成就是乳腺有发炎, 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炎, 一般最常见是说, 你在补育母乳的时候, 因为这时候你每天要补胃乳, 乳子出来, 所以它有个开口会很明显, 那有时候是宝宝嘴巴的细菌, 或者是周遭环境的细菌, 透由这个开口进去了,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造成有些细菌感染的一个状况, 这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乳腺发炎的状况, 如果一旦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, 这时候当然就是, 一般临床上你就会看到说, 乳房会有一些红啊, 肿啊, 热啊, 痛啊, 这都是很典型乳腺发炎的一个状况, 那当然一旦发生这样的状况, 一定要去看医生, 你可能需要一些抗生素的治疗, 对, 然后如果你是在补育母乳的时候, 这时候你的乳腺管道的畅通是非常重要的, 那您刚刚有提到, 他就是说在这个秘乳期的时候, 是比较常发生的一个情绪, 那除了不是秘乳期的时候, 会有这样的情况吗?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还是会有看到, 有些人生时他还没有怀孕过, 还没有结婚过, 他可能还本身就有一些乳腺发炎的一些状况, 那当然如果一些相关的危险因子, 可能是你要注意一下, 你有没有抽烟, 有没有糖尿病, 这可能都增加一些得到乳腺发炎的一些的状况, 那再来就是说, 如果你常常不明原因的, 除了乳房之外, 有一些发炎状况, 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发炎状况的话,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建议说, 也许要去看一下所谓的免疫风, 免疫风湿科, 这等于说也许你自己身体的体质, 是不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相关的问题, 造成说你很容易有一些发炎的状况, 乳房只是其中一个地方, 其实你可能身体其他的地方, 也很容易发炎的话, 乳房只是一个单一表现的地方而已, 那有许多女性朋友呢, 在乳房出现异状的时候, 常常会以为自己得了乳癌, 其实大部分的乳房疾病都是良性的, 不用过分担忧, 最好还是要请专业的医师来诊断, 确定疾病的是良性还是恶性, 我们再次感谢台中荣民总医院, 乳房肿瘤外科王国中, 带给大家这精彩的解说了, 谢谢王医师, 谢谢主持人, 全民的健康, 我们一起来保健, 感谢您的收看,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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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pray